地球正停止变暖,人类或面临新冰河期威胁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今世界上三大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一 自1950年以来,气候系统观测到的许多变化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 最近三个十年中的每个十年,均比1850年以来的之前任何一个十年都暖 1880至2012年,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呈上升趋势,升高了0.85摄氏度 从1993年到2003年,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3.1毫米 这份评估报告指出,从1993年到2010年,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3.2毫米 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再加快 到2030年,地球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浓度的升高 气温将上升1.5至4.5摄氏度 此时,气温上升将导致南极冰层滑动 地球的海平面将上升20至140毫米 目前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沿海 沿海又是工业非常发达的地方 海平面上升会使沿海的许多城市和港口有被淹没的危险 然而最近,英国卡迪夫大学研究人员却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数据 科学家认为,地球将急剧变冷 人类面临新冰河期威胁 这不是和全球变暖相矛盾吗? 难道地球正在停止变暖吗? 全球变暖导致新冰河期的到来 其实,地球依然在变暖 那为何人类或将面临新冰河期威胁? 这并不矛盾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科学家表示 随着全球变暖 南极冰山融化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将使地球陷入新的冰河时期 科学家们称 冰川融化和海洋环流之间的联系 存在于过去160万年以来 每个冰河时代初期 而随着全球变暖 融化的冰山逐渐将淡水选入大西洋 导致海洋循环变化 使地球面临气候变冷的威胁 卡尔纳乌霍夫说 俄罗斯欧洲部分将急剧变冷 降低10度、20度 实际上,这意味着冰河时代的到来 专家说 由于西北大西洋洋流的转变 欧洲已经发生严重地称之为 冰河时代的气候变化 最后一次被称为新女木漆 它在11000年前结束 并大约持续了1000年 而目前 他们已经观测到两种气候趋势 全球变暖和墨西哥湾的逐渐减弱 墨西哥湾暖流之类的海流 能够将热量从赤道传送到北美和欧洲 使全球热量在地球上均匀分布 早在2007年的时候 德国汉堡马普学会主任约亨·马罗茨克认为 不考虑全球变暖的因素 如果墨西哥湾暖流减弱30% 那么北欧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下降1摄氏度 这也是为什么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研究人员 会得出这样结果的原因 90年代学界已有相关研究 但其实早在90年代的时候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G.H.米勒 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A.沃奈尔 两位地质学家 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报告 断言 随着全球变暖 新冰河期将破禁 他们表示 各类研究人员汇编的地质记录表明 当气候至少像今天这样温暖时 冰原便开始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高纬度地区 生长起来 科学家米勒和沃奈尔 也在1992年1月16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解释说 温暖的条件特别是在冬季 海洋产生了大量蒸发 从而造成北方有更多的降雪 由于地球赤道的移动 已使夏季照到北齐的阳光总量减少了 因而这些积雪可月下保存下来 他们认为 现在温室的升温作用 带来了有如12万年前 刺激冰原生长那样的相同条件 科学家认为 全球的温室效应与冰气迫近相比 只不过是小屋见大屋 温室效应虽然会使冰雪融化 人们甚至来得及将地面增高 造出一个人工岛来得以其身 而冰气迫近却使人们可能在短时期内 冻成一具具活化石 科学家的研究 其实揭示了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极端结果 事实上 这些年以来 随着全球变暖 1994年至2017年间 世界上的冰川 尤其是高山地区的冰川 减少了约6.5万亿吨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气候学教授 安德斯·莱维尔曼说 在过去一百年里 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的35%水源 来自于冰川融化 30年来 全球范围内由气候变化 导致冰川融化形成的湖泊数量 猛增了50% 与正常湖泊不同 冰川湖是不稳定的 因为它们往往被冰块 或由松散岩石和碎石组成的沉积物拦解 当蓄积的水冲破这些偶然的屏障时 下游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洪水 这种被称为冰川湖突发的洪水 已在上世纪造成数千人死亡 以及大量村庄基础设施和牲畜遭毁 可以说 人类已经在受到了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恶果 我们不应该放任极端情况的到来 目前 关于气候变化 是否主要是由于人类人为的 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 气候到底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 人类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 去减缓全球变暖 而这需要全球各国一起携手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